第276集 一看时间 之间已经十二点半了 叶浩轩猛然想起 和少青营还有件事情 没交代清楚 他连忙把桌子随便收拾了一下 开门就向外急急地走去 哎哟 吃饭了 又要去哪里 迎面撞上端着饭菜的郑双双 叶浩轩跟他撞了个满怀 让他差点 把手里的托盘都扔了 你没事吧 叶浩轩连忙扶了他一把 没事 你这又是要去哪里 郑双双诧异地问 有点事情 你们吃吧 不用等我了 叶浩轩边说 边匆匆地走了出去 有个屁的事情 又是跟哪位美女约会去了吧 郑双双幽怨地说了一句 双双 别生气了 她的德性 你又不是不知道 走 吃饭去 唐冰拉了郑双双一把 两人一起离开 绍青营在家里 摘了整整一个上 虽然手里捧着树 但是她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 绍总 该吃饭了 一边的文悦提醒道 中午了吗 绍青营微微一争 放下了手中的书 是的 都快一点了 文悦有些纳闷 今天的绍青营有些奇怪 一大早起床 穿衣服的时候 就有些挑来挑去的 把她的衣服几乎每一件都试了一遍 而且每穿上一件 都还问下她的意思 作为绍青营的生活间公司秘书 文悦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 要知道 绍青营是工作狂人 衣食住行从来不挑三拣四的 今天的她 有些奇怪 而且她今天没有去公司 吃过早餐后 便捧着一本书看 只是看她的神情就知道 她根本不清楚书上是什么内容 再等等吧 绍青营犹豫了一笑 正当文悦要提醒她 时间不早的时候 保姆敲门走了进来 小姐 外面有位姓叶的先生来了 让她进来吧 绍青营的表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她的嘴角弯起一抹糊涂 那淡淡的笑意 在她那副不识人间烟火的面容上 渐渐地扩散 让同为女人文悦 也看得一阵失神 看着在自己心中女神一样的总裁 这副模样 文悦似乎明白了什么 小姐 要用餐了 文悦又提醒道 不用了 你去吃饭吧 叶医生似乎还欠我一顿药膳 绍青营淡淡地说 好的 文悦点点头转身离开 她的心里暗叹 自己这个总裁商场上 是位巾帼不让须美的女豪姐 情场上却是一个新手 过不多时 叶好轩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她手里提着她的行医箱 不好意思 邵总 我今天有点事情耽搁了 叶好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从早上起床到现在 我等了你足足五个半小时 你知道这五个半小时 你能让我损失多少钱吗 少青营淡淡地说 呃 真的对不起 叶好轩闪闪地笑了笑 为了等你 我知道现在还没有吃午餐 你恰好欠我一顿药膳 今天中午 你看着办吧 少青营竟然有些 小女儿态地 往椅子上一靠 叶好轩苦笑 也不知道这个女人 在打什么主意 她当机立端地点点头道 没问题 稍等我一会儿就好 四十分钟后 三菜一汤几个热气腾腾的药膳 被叶好轩盛了上来 考虑到少青营工作的问题 所以叶好轩今天做的几位药膳 都是一些醒神 补脑 意气滋阴的药膳 叶好轩做药膳向来都有一手 他所做的药膳色香味俱全 让人一看就食指大动 少青营也不跟她客气 和叶好轩一起动了筷子 她轻轻地夹起了一块扇鱼 放入她的口中 只觉得一阵清香 瞬间传遍了她的舌尖 那药香和食材的香气 让人回味无穷 味道挺不错的 少青营微微一笑 冲着叶好轩点点头 那就多吃点 叶好轩也拿起了筷子 说实话 忙了整整一个上午 她也饿了 她进食的速度极快 十分钟不到 她就心满意足地 用餐巾指摸摸嘴 然后在一边看少青营 细嚼慢咽地吃着药膳 看美女吃饭也是一种享受 尤其是像少青营这种 国色天香的女神等级的美女 更是让人失神 只是她吃饭的速度太慢了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她才放下筷子 然后保姆过来收拾了一下餐桌 两人才开始谈正事 你说有项合作 你需要和我谈 能说说具体情况吗 少青营不紧不慢地问道 我是特意来感谢少总 昨天的那杯水的 叶好轩诚恳地说 一杯水而已 真不用那么客气 其实我什么也没做 少青营摇摇头 不 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关注 叶好轩摇摇头 我送你一杯水 你就巴巴地跑来感谢我 那你救我两次 我岂不是要以身相许了 少青营淡淡地说 呃 叶好轩有些尴尬 少青营这句话一出口 她马上就有些后悔了 她的脸瞬间变得通红 就像是一只熟透的苹果一样 让人忍不住 去想咬一口 就算是叶好轩为她治病那一次 她全身不着片驴地 站在叶好轩的跟前 她也没有感觉到这么不好意思 不管怎么说 滴水之情 用拳相报 叶好轩笑了笑又道 有酒吗 有 红酒还是白酒 白酒 一般的就行 要二瓶 还有一个大的容器 能装下两瓶酒 至少一千毫升 少青营定了定神 扑通扑通乱跳的心 才算是平静了下来 她吩咐保姆 拿上来了两瓶 酱香的茅台 以及一个透明的大玻璃杯 叶好轩把两瓶茅台打开 倒入那透明的容器里 一时间 茅台酒独有的醇香散发出来 这酒香足以能让任何一个酒鬼文质发狂 叶好轩从行医箱里取出了一瓶 她自制的养生三花贵路酒的原液 然后小心翼翼地滴下了一滴 这三花贵路酒 本是出自一个古方 经过叶好轩慎重思考之后 又在药里面加入了她 自制的那起死回生的灵药 以及一些名贵的中药 再用特殊的方法发酵 所以效果比起原本的配方还要强上很多 就算是一瓶普通的十几块钱的酒 加入一点原液 这酒马上就可以变成治百病的养生酒 加入了自制的原液之后 原本醇香的酱香酒的味道陡然一变 一种掺杂着莫名香味的清香散发了出来 酒的味道更加醇厚了 就算是滴酒不沾的人闻了 也由衷忍不住想去喝一口的冲动 叶好轩倒了一杯 放到邵清营的跟前 你试试 邵清营原本不喝白酒的 因为白酒未裂 但是这酒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 在叶好轩鼓励的目光下 他端起酒杯小小的抿了一口 这一点酒一入口 他只觉得口舌声香 一种干纯的酒香顺着自己的喉咙流下肚去 而且舌尖生筋 让人回味无穷 更重要的是 这五十多度的酒竟然一点也不烈 而且腹中有种暖昏昏的感觉 瞬间从自己的腹中流向周身 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涌上心头 邵清营眼前一亮 他把手中的这杯酒一饮而尽 然后有些意犹未尽的 甜甜唇边残雨的酒夜 那种颇具诱惑的神态 让叶好轩看得目瞪口呆 你加入酒里面的是什么 邵清营好奇地看着叶好轩手里的那瓶原野 这本来是一种养生酒的配方 但是我突发奇想又加入了一些东西进去 所以效果提升了好多 一滴酒用一千毫升酒稀释 能达到治百病的效果 如果用三千毫升酒稀释 就算是一瓶烈酒也能变成好酒 而且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叶好轩解释的 出个价 我买下你这个酒的原液 或者说 我投资 我们合作办酒厂 邵清营当机立断地说 作为一个纵横商场很久的女强人来说 她已经闻到了叶好轩 这酒里面所蕴含的商机 在市场上的养生酒很多 但是很多都是打着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在卖 根本没有他们鼓吹的那样治病 而且价格不菲 叶好轩的则不一样 这是一种真真正正能治病的养生酒 它所蕴含的市场是极其庞大的 这个酒的原液最大的难度就是不能量产 因为我所用的药材极难寻 只是我那里有一坛原液能撑上很久 叶好轩道 能用其他的东西代替吗 能 但是效果肯定不如这原液的效果好 叶好轩中肯地说 那就行 我们合作吧 收入五五分 这个 我不太懂商业的运作方面 所以 这个五成有点太多了 叶好轩犹豫道 不多 你这个酒所带来的利益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少轻营摇摇头道 就这么定了 回头我让人拟合同 少轻营做事向来雷厉风行 她一通电话打了过去 一个大型酒厂马上就成了她名下的产业 她智囊团已经在制作一系列的文案 相信要不了多久 这个酒就能推出 经过两人的商量 叶好轩决定还是和军方沟通一下 因为酒的原液并不多 不可能满足华夏这么庞大的消费 所以加了原液的养生酒 只能作为特供来卖 市面上并不出手 至于一般的消费群体 只能购买一般的养生酒 纵然用代替的药材制酒 效果不如原液西式的酒好 但叶好轩又改动了一下养生酒的配方 让这款酒的效果大大的提升 比市场上所谓的养生酒效果 好上数倍 还要不止 商量好了一系列的运作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他手里拿着两份合同 姐 你要的合同已经拟好了 年轻人正是绍青营的亲弟弟绍青州 只见他面目清秀 一副乃义小声的模样 只是他的目光阴沉 那目光幽暗深邃 给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 叶好轩心中微微一脸 绍青营的这个弟弟 好像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好 放这里吧 你去忙吧 绍青营微微笑道 姐 绍青州欲言又止 还有事吗 呃 我来公司已经快一年了 您 什么时候给我点项目 让我去代代呀 老师做这些文秘的工作 对我来说 也起不到什么锻炼的作用 绍青州犹豫着 不要心急 你才刚毕业 在文乐的手下多历练几年再说 迟早会给您项目带的 绍青营微微一笑 可是姐姐 你让我成天这样待在公司里 我感觉特没意思 绍青州有些不悦地说 听话 在我眼里 你还是小孩子呢 绍青营笑道 绍青州只得无奈地点点头 然后又道 姐 袁氏的袁总今天找我了 他对我说 有一个很好的项目 问你有兴趣跟他合作没有 他又来找你了 绍青营的眉头 微微地锁了起来 然后淡淡地说 我跟他暂时没有合作的兴趣 他这个人人品有问题 以后你少跟他来往点 姐 袁总这个人为人不错的 你跟他接触多了就知道了 不要再说了 你去吧 我现在正在谈着事情呢 绍青营皱皱眉道 那好 我下去了 绍青州这才点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在他离开的那一瞬间 叶好璇明显地看到他双眼中 一抹狠利之色 这是我弟弟 绍青州 有点不学无数 让您见笑了 绍青营笑了笑 我倒是觉得令弟挺可爱的 叶好璇无所谓地笑了笑 经过一下午的长谈 关于酒厂的事情 就算是这样敲定 叶好璇毫无例外地做了甩手掌柜 酒的名字就叫做三花贵路酒 不过这些东西是专供军方的特供 不在市面上销售 接下来的一系列就是商标注册等东西 但是叶好璇还是坐等收钱 其他的事情 他还是一窍不通 等到彻底地从邵家出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微微地擦黑了 回到了别墅 萧海妹和许彤彤 已经在家里等他很久了 今天又跟邵家的女总裁 风流快过去了 萧海妹似笑非笑地问 哪里 谈生意 叶好璇尴尬地说 什么生意妹妹姐做不来啊 用得着谈一个下午 许彤彤不屑地说 我说的是真的 为什么就没有人相信呢 叶好璇苦笑 不信任你 花心大萝卜 许彤彤冲着他做了一个鬼脸 那边怎么样了 还行 什么事情都上了鬼道 只是 只是什么 叶好璇看萧海妹欲言又止 只是郁静和韦丁兰那两个妖精 质问我为什么要把 聂夏夏的货员给切掉 哎 萧海妹叹道 你怎么说的 叶好璇握住她的手腕 我没有回答她们 她们的眼光 对我似乎有些失望 韦丁兰直言说我变了 萧海妹忍不住一阵神伤 那几个妖精 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朋友 因为她不想让另外两人 知道孽夏夏的背叛 所以就主动当起了这个恶人 哎 你这是何苦呢 没事 反正恶人当都当了 不过 我打夏夏的手机 一直都打不通 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变了 变得有些不正常了 萧海妹微微地叹道 你想多了 叶好璇安慰道 叶大哥 你弄出来的那个酒是怎么回事 许童弄的 你怎么知道的 叶好璇诧异地说 这点小事你能瞒得过我们神通广大的妹妹姐吗 许童童笑道 还好跟少青莹谈了一下 我以技术入股 占有50%的利润 怎么尽快地打开这个酒的局面呢 小海妹问道 这个简单 我等会儿去拜访下黄老他们几个 叶好璇笑了笑 晚上七点钟左右 叶好璇静止来到了黄老的家里 黄老刚刚吃过晚饭 正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听着京剧 你小子 怎么把学家的人彻底地惹毛了呢 黄老关了一边的收银机 有些叹气道 薛红云出张我总得还手吧 不然的话 我还怎么混下去 叶好璇无所谓地笑了笑 你现在已经挑动了薛家的神经 他们跟陈家的这次联姻是实在必行的 不允许有一点意外 薛红云这次等于说是得到了家族的支持 我知道 单凭薛红云那个草包 我还真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不过薛家赶来 我就赶把他们往死里走 你得到老太爷的支持了 黄老眼前一亮